陳醫師 幫我們解答 有沒有得分的 兩對都得分 我覺得 我們得分 選最好的 我們寫的還很detail 你就寫9 錯 我是寫不開了 乃哥 陳醫師的答案 第一個 因為台灣的病情感染 跟吸引感染的帶緣都非常多 這些其實是過去一直以來 最容易感染化 然後導致感染最大的因素 這第一點 那因為現在明顯是有下降 是因為現在第一個 新生兒他們都會打 B型肝炎的疫苗 他們就不會得到B型肝炎 更重要的是 B型肝炎跟吸引感染 現在有新的口服抗病毒藥物 所以在B型肝炎在發炎的時候 你只要吃抗病毒藥 病毒量就會被抑制下來 發炎就改善 它就不會進入到肝癌 那吸引感染的話也是一樣 吸引感染的口服抗病毒藥 吃了兩個月到三個月之後 病毒量百分之九十幾 都會被清除掉 會治癒 所以B型肝炎跟吸引感染 如果有胶子病毒 一定要去受篩檢 那是需要做治療的 非常重要 因為過去的年代不能治療 就沒辦法 現在有可以新的治療方法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二是喝酒不要過量 不過目前為止 現在的新的衛生 世界衛生組件會是 喝酒會得到一點點好處 在心血管疾病 可是後來發現另外一件事是 它的癌症風險會上升 結果它的好處跟壞處 它的好處會被壞處給抵消掉 所以整體發現完全不喝 跟喝一點點的比較起來 還是完全不喝略好一點 可是完全不喝會沒朋友 心理疾病 社交可以 不喝不喝 沒看另外來 下次也不願意 對 朋友會變少 小優這樣說的也沒有錯 就是說社交那應該是沒有問題 不要酗酒 對 不要酗酒就好 那第三個代謝疾病就是脂肪肝 三高 因為這個脂肪肝 它其實平衡死是不要緊的 可是有脂肪肝為什麼要注意 因為它吃到傷肝的東西的時候 不管去開刀麻醉藥或者吃一些 會傷肝的食物或藥品的時候 它會比一般人容易肝臟衰竭 所以大家還是要特別小心 盡量不要讓自己有脂肪肝 那最後一項就是使用藥物 或不管是中藥或西藥藥 只要會傷肝了 其實對身體都會產生一定的傷跟危險 那麼我這裡也有案例 因為這個案例已經不止一個 已經有兩三個 就是那種二三十歲的小姐 大概大概三十幾歲 然後她來我門診 那她來門診的原因是因為 她爸爸得到肝癌 那她自己從來沒有篩檢過 她就在醫院陪伴她爸爸 陪伴得很辛苦 後來她就覺得 她自己應該要做個檢查 她來做超音波 一發現 她裡面居然就有負水 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 她就有負水 後來一抽血檢查 果然真的有鼻肝 那這個在醫學的邏輯上 理論上是媽媽比較都會有 垂直感染的問題 可是很奇怪 我這門診發現過好多次 媽媽 媽媽沒有 爸爸有 就孩子有 理論上畢竟 剛才透過飲食是不會傳染的 但有時候 例如說我覺得這可能有可能 例如說 小朋友有時候調皮搗蛋 拿爸爸刮胡刀刮一下 結果爸爸本來有 理論上不會傳染開箱 可是小朋友也會有 好啦 接下來我們就有最後一題了 腸道透過排便來幫助體內排毒 請問能夠幫助排便 有腸道清道夫支撐的營養素室 應該四吧 對啊 連小優沒男優的都會寫 好了嗎 跟他有關係就對了 好 請亮牌 益生菌清道夫吧 還有多一個酵素 兩對都寫益生菌 我們請陳醫師來解答 我們正確答案是 善食 查驗 天啊 請問這樣是算錯是不是 對 那像我們其實 那個膳食纖維分兩種 那就是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的 那其實大部分我們說的青菜 就是非水溶性的 纖維素 我剛剛以為這個答案會比較多 結果還是說 對 這個是益生菌 不過它跟益生菌 還是有一點相關性的 比如說我們的膳食纖維 它可以營造我們的腸內的環境 讓益生菌比較容易生長 像是什麼地瓜 然後火龍果 這些就是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那非水溶性就像根莖燕類 那種潑菜 那種青菜的 也就是非水溶性的 所以是膳食纖維 我們算他對 算他對 馬上給他 因為他意思寫了兩個對不對 對 這我特別經歷詞到 是 對 因為我這個人 老醫生不是說 三天不大便算便祕 我們在我這裡 一天不大便都算便祕 對 因為我們每天 有尽叫 有觸摸 吃那麼多東西出去 然後你不排檢出來 不是這麼回事啊 是不是 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自己 而且我從小就聽我爸爸講說是 你那個太多大便在肚子裡面 會產生毒素 就等於是抽了一條煙的感覺 然後你會皮膚不好 然後會暗沉 然後還會長色斑 我女生最愛漂亮 所以我必須保證 我每天都有很順暢的那個便便出來 之前我們不是常常那個 打什麼口號嗎 什麼每天五蔬果 對 對 我這樣的媽媽 我每天都跑市場 買什麼各種蔬果 給那個老公跟小孩吃 可是他們有的時候根本吃不多 對 我就想到一方法 我就打學人家打那種什麼綠拿鐵 是 就每天打那種就綜合的蔬果汁 早上切給他們喝 比如說老公小孩不買账 我自己喝都快瘦出來了 真的不好喝 真的難喝啊 就不好喝那個菜味會很重 就是你要健康 可是有的時候真的做不到 直到我遇到了我生命中的一道曙光 我一位營養師的朋友 他就推薦了我一個非常好喝 然後又健康的綠燕麥蔥泡飲 對 然後完全都沒有那種難喝的菜味 對 然後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我今天就帶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喝就行了嗎 好 然後就是這包小小一包的綠燕麥蔥泡飲 你不要看那小小一包 這小小一包裡面含有66種果蔬的精華 66 對 還有24種古物 風舟專利的綠燕麥和大麥若葉 真的很多 對 然後它一包 對 然後它一包就等於是 兩碗高麗菜的量 膳食纖維 對 對 它基本上你喝這一包 就可以幫你補充一至兩餐的膳食纖維 對 你想到這 我只能說好喝 是不是 真的嗎 完全沒有那種難喝的菜味 完全沒有 大家可以喝一口試試看 好喝 好喝 真的 真的 沒有負擔的那種 很好喝 很清爽是不是 完全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味道 66種果蔬的精華 別說一個月了 我一年都很難吃到66種蔬果 真的 而且它這樣寫好一包 沖泡起來很方便 你就用低於60度的溫水 然後這樣子到杯子裡 然後攪拌就可以直接喝了 它就會溶解了 對 它就會溶解了 而且我常常之前下午餓的時候 我就會吃下午茶 而且餅乾 或者去買手搖飲 其實很不健康 對 我現在都改喝這個 而且它一包裡 不僅會你有飽足感 而且它的卡 只有一百多卡 沒有飽足感 對 我們大家都知道膳食纖維的好處 膳食纖維就幫助我們 腸道蠕動 然後增加飽足感 幫助我們便便 對 而且它們都是跟那個 台灣當地的小農 然後經過專業發酵 還有專業的營養師 幫我們調配出來的 非常適合全家大小喝 我再也不用一大清早跑去市場 買一堆蔬果回來 加綠什麼綠拿鐵了 我已經喝完了 真的很吃 早上 早上喝完了 乾杯了 早餐很吃 對 你就早上 早上起來沖 或者下午當下午茶 晚上宵夜餓了喝 都非常的好 所以一天可以喝兩到三杯 對 如果你可以的話 我一般一天可以 為什麼兩種顏色的不同包裝 它有很多口味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這個 綠燕麥 對 是幫助我們補充膳食纖維的 然後它還有這種豌豆蛋白 不一樣 是幫我們補充蛋白質 然後補鈣 然後還有燕窩 這個紅豆芝蜜 燕窩 燕窩 女生吃 給我喝燕窩 幫我們女生補甜 一定會變好 對 而且它這包綠燕麥 是歐洲專利的綠燕麥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 那補充我們每天所需要的營養素 真的小小一包外出鞋帶也非常方便 真的很好喝 很好喝 我想一想 我覺得有時候一整天都沒吃到什麼菜 也沒吃到什麼蔬菜 因為你也難住 對啊 你要炒一盤青菜你怎麼吃 怎麼可能 對 而且我們現在常常外食 然後年輕人三餐又不正常 真的 我看你包蘇燕 而且我還拿它送給我的婆婆 因為老人家上了年級 越吃越少了 真的很難補充到那個標準的膳食纖維 然後我就送給她這個 然後一包充起來 當下午茶非常順便 你也可以送給我 我也算老人家 小朋友可以喝嗎 小朋友可以喝 我一般都會給我們家 早上起來給我們家小朋友沖一杯 然後老爺沖一杯 它上面寫書也可以加到 像是豆漿鮮奶裡面 對 它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喜好 加到牛奶 豆漿裡面 小小一包補充每天需要的膳食纖維 很不錯 謝謝 科技發達真好 補充完膳食纖維 也是該來懲罰的 對啊 我們決戰一下成績 一定會答對 當然就是贏了啦 好不好 這是什麼呀 我們今天聊的是什麼 乾症對不對 我自己來 排毒黃蓮粉 來喔 一口汪 來喔 一二三 一二三 怎麼可以吐出來 德修 他被嚇到 他被嚇到 德修都有噴粉 他被嚇到 我跟你講他黃蓮很苦的 也太酷了吧 先讓你們排排毒好不好 因為這個題目都不了解 讓你們排排毒 燕麥奶 趕快喝一下 好 趕快喝超燕麥奶 可以燕麥奶 對 今天這集滿重要 排毒器官其實很多 他的無聲 他都不跟你互動的 而且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對 沒有人用拿吳鐘再想一遍 嫩 嫩 肝 皮膚 然後腸 還有一個什麼 肥嗎 肥 好不好 再提醒大家 平常要多給自己 多一些關心 好不好 有任何問題的話 就多排排毒好不好 好啦 祝大家健康了 好 謝謝 圓牧